台北市体育局长王洪翔与国际福轮事件年会地主筹备委员会主委谢三连 以及国际福轮六个地区总监及路跑总招 一同为即将到来的福轮公益路跑活动揭开序幕 谢三连主委表示这次的公益路跑除了唤起社会大众对弱势的关注 也为即将在台北举办的2026年国际福轮事件年会进行暖身 因为我们2026台北国际福轮联会要在台湾启行 我们预计会有四万人从130个国家的这个人设有来参加 所以今天我们举办的这个2024公益路跑 是为了2026国际福轮事件年会的这个软性运动 那我相信我们在这个2026的世界联会 一定可以办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成功 台北市体育局长王宏祥表示 2026国际福轮年会是一个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热情与活力的绝佳机会 而明年双北市将举办世界壮年运动会 福轮公益路跑活动也可以作为爱好运动者的暖身赛 在这里呢我除了要祝福我们2024福轮公益路跑 能够活动圆满顺利的成功之外 我也在这边郑重的邀请 所有还没有报名2025双北世界重点运动的好朋友们 记得明年2025双北世界重点运动会呢 我们总共有35个运动项目 其中呢在田径赛里面呢有一个路跑比赛 也就是马拉松比赛有半马跟10公里 这是一个国际的比赛 那刚好这一次我们福轮社的公益路跑呢 有12.5公里跟3公里的路跑 就当作是暖身 所以希望呢我们所有爱好跑步的我们福轮社的摄影 除了参加我们2024福轮公益路跑之外 也能够鼓励所有喜欢路跑的 包括你自己本人跟国外的好朋友 一起来参加我们2025双北世界重点运动会 2024福轮公益路跑从7月1号到9月10号开放报名 11月24号活动当天将与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举行 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